主计总处跟中央银行预估2021年的GDP 也就是明目的国内生产毛额 将增加超过6% 这至少是2010年以来最好的表现 按照GDP的规模来换算 每人GDP将达到了32787美元 不过这看似亮眼的经济成果 真的能反映在每位民众身上吗? 答案恐怕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毕竟最近才公布的 2020年受雇员工中位数薪资才50.1万 这代表说还有一半的上班族年薪低于50.1万 跟2019年相比 中位数年薪是只增加了3000块 这个增幅只有0.48% 代表每个月的薪水增加不到300 上班族的薪水对照 接近33000美元的人均GDP 哪一个才贴近您的真实感受呢? 欢迎收看今天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GDP跟中位数年薪 都是主计总处的调查数据 主计总处2021年12月底 公布了2020年 也就是民国109年的工业 还有服务业受雇员工的 全年总薪资的调查结果 也在2021年的11月底发布了 2021年的全年GDP的最新预测 全年GDP是再次上调了0.21%到6.09% 这是创下了2010年来最亮丽的经济成长的表现 那按照主计处的统计数据 那换算人均GDP呢 这逼近了百万大观边缘 不过大家别误会 这个人均GDP 并不是民众实际的所得 人均GDP包括了政府的收入 企业的收入 还有劳工的收入 换句话说 它代表着一年里 生产的总额数值 是比较符合总体经济社会生产成果展现的概念 所以如果拿GDP来凸显台湾整体经济的实力 那是符合事实的 但是拿它来跟民众的实际收入混为一谈 那不就差太多了吗 收入跟薪资人人不同 多寡有差异 但是主计总处每年都会调查出整体社会的薪资情况 就得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亮丽的经济成果 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上班族的薪资增长上 年终奖金40个月 只是在疫情爆发之下 少数产业的特例 真实的状况是 全体上班族2020年的薪资成长只有0.48% 而且是4年来最低的增长幅度 主计总处的薪资调查 这总共调查人数大概是811万 比起劳保投保人数1077万少了不少 但是是运用报税资料的大数据 所以我觉得结果还算很有参考性 那所谓全年的总薪资 包括了月薪 还有红利奖金加班费 全部都包括 出炉的结果真的令人失望 811万上班族 一半400万人年薪不到50.1万 而且其中有80万人年薪不到30万 811万的中位数年薪也仅仅比前一年 就是2019年只增加了3000块 换算每个月加薪不到300 这811万的上班族全年薪资分为10等份 那其中最低薪的D1组 跟最高薪的D9组 两者的薪资差距高达4倍 不仅如此 这10年来薪资落差的幅度改善 其实很有限 2012年 我们刚讲这两个之间的差距 是4.36倍 而如今的差距 仍然是高达4倍 年薪50万够不够用 这要看个人的支出而定 也要看生活所在地的物价水准 偏偏这几年房价物价大涨 相对薪资增加有限 那当然上班族会感到荷包越来越紧 我在以主计总处发布的家庭收支调查来比较 2020年台北市平均每人月消费支出是30,713 这是所有县市中最高的 新北市是23,061块 各县市最低的是彰化县的17,794块 次低的是台东县的18,270块 台北市一个月3万块的平均消费支出 也就是一年36万 50万扣一扣只剩下14万 代表每个月只剩下1万块多了 那问题是除了消费支出之外 还有非消费支出 像是保险费 婚上喜庆的礼金 那父母的敬老金 还有这一大堆支出 那更别有提 还有房贷的本金加利息要付 那请问1万多 够在都会区生活 还有买房 还有投资股票吗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天天带你掌握 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Gуз graphs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